是我们落成18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画家有千千万万 曹勇超越了许多的前人和他的同辈 成为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有欧洲的艺术品市场 最受欢迎的华裔画家 那么当然今天四个单元短短二十几分钟的节目 我们不谈这位富翁成功的故事 我们要听曹勇讲他的过去和对艺术的思考 小的时候呢曹勇家里很穷 三四岁的时候跟着哥哥们上山捡石头 遇上山崩被活埋 他这条命呢是捡回来的 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呢 他就去了西藏一待就是七年 在山洞里临摹壁画和石画 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那么今天的故事呢就从这里开始 我记得那东西 真是耀人的命 我就回忆就是 还有什么吃的 那个真没有办法 你想去买 也很爱不到 钱早就花光了 肩上的牛粪当时是五块钱一八袋 我连吃东西我都买不起 我更别说去买牛粪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烧火 只有就记得 过去我在那个 这前几个月 我来了以后 我不是在那个还没有放寒假的时候 就是把那吃剩下的馒头 顺着舱子丢过去了 好在那个舱子是一个夹道 两边也是堵住的 那边是温室 这这一排房子 两头都是堵的 堵的这样一来 就是我的 我丢掉了那馒头头啊 还都在那个夹道里面 摸穿以后就砸碎 就用水泡着 水也是最大的问题 没有水 那时候就是水管 夜晚都冻住了 水管冻住没有水 有那个水塔 有时还不放水 就是 就是能吃上那 就已经感觉 不能再好 好在我就是说 人家说了一句话 饥饿就是最好的 坑条 刮风 它倒了一样 风就起来 风一刮 那个山上的洞啊 就像是那个口罩一样 你知道 它只是一个大口罩 所以那个 有的是梦神梦气的 有的是比较坚密 整个山就是你都感觉是在动的 整个山都是在嚎叫 整个山都是在哭涕 整个山都是在低迷 就是你就 你就感觉这就是 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魔窟里面的这种感觉 所以当时就是你就感觉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真是很恐惧 这种恐惧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头几天还还都挺好 我的是泥墨壁花 还都挺好 因为当时呢 我记得泥墨壁花 那时候我一开始带着马灯呢 还有一点油 后来就不使得用油 我就好的那时候就是 带着那个烟呢 还有我当时就已经准备好的 就就想的就是最好的办法 就把那个纸盒 就是从那下面啊 背上了 就纸盒 把纸盒子啊 就是折射进去 就是折了几道 那个光啊 折到那个 就是我要画的 那个画上面 这样我就可以淋没画 就淋没了壁画 头几天还能跑 后来到了十几天以后 我就开始 天津就开始探数 越过越来越来越 到了二十几天 就更难受 到了一个月以后呢 就难受到了几点 难受什么 就是渴望有人 天天都怕那有人来 但是就是没有人来 西藏 我觉得这个 感觉就太不一样了 无论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人出生没法选择 但是在你生命 对你的一个灵魂的归宿地也好 有一个可以选择和认定的话 那个地方对我来讲 的地区确确 具有这种意义 也正是在那个地方 我感觉到生命从一个混沌当中 走向一个建物的一个过程 把衣服都换光了 是剩下一条秋裤了 那也换不出去钱 牛打裤也都换了 那到了晚上 最冷的是 好在那个地方 有很多无家可归的狗 也睡在那个长廊上 就我记得 我就抱了一条白狗 睡在一起 你还能感觉到懒惑 所以那个时候真是 要是有钱 实实在在 是个太好的事情